一般生長期溫度稍微高 開花期的時候會比較高 降低 於是乎這樣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蝴蝶藍 那麼你看過蝴蝶藍的顏色有哪些? 紫色 白色還有呢? 黃色 好像還有綠色 這個深紫色是最近才換的 原來它是淺淺的 為了慶祝上司節才換的 那麼有一種顏色的蝴蝶藍 是台灣的原生種 你看過非常多種蝴蝶藍 蝴蝶藍的顏色非常多 少說有個八種十種以上 那有一種顏色 是台灣的原生種 你猜猜看是哪一種? 只有台灣的原生種 所以原來只有台灣 別的國家是沒有這個顏色的 原生種的顏色叫做白色 那因為是台灣的原生種 所以台灣可以給它秘密 那那個名字非常強而有力 它叫做台灣阿嬤 所以可能是覺得 你覺得可能氣質不搭 可是我覺得可能是 在闡述台灣早年 女性那種建議 所以白色的蝴蝶藍 它有一個名字就叫做台灣阿嬤 那這一大盆的蝴蝶藍 你認為它有幾出 幾根 不是幾朵 幾根 或幾盆 幾豬啦 好多 好多 沒錯 它有220到250 多 因為每個花的大小不一樣 所以大概最多可以到250隻 不是 是